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我們繼續討論鼠年碗錶 上星期我們討論了最少八隻品牌 出了鼠年相關限量或特別版的碗錶 今星期我們會討論其他五隻 第一隻出場的是Jackados 瓦克德羅 瓦克德羅今年做了四款和老鼠有關的碗錶 而全部的主題和番石榴和老鼠是主角的 為何選番石榴呢? 原來番石榴有很多紙 予以繁衍昌繩 第一和第二款分別是35毫米和39毫米直徑的錶殼 用了紅金做材質 它的特色就是上面那個大明火法郎採繪的錶盤 黑咀有老鼠在吃石榴的圖案 這兩款碗錶分別限量28隻 錶背的藍寶石水晶玻璃顯示了機身的自動擺陀 上面都黑了老鼠在吃番石榴的圖案 另外兩款都是41毫米直徑錶殼碗錶 分別用紅金和白金製作 他們的錶盤都是用黑馬腦 上面就是分別用紅金和白金 雕刻了立體的老鼠和番石榴的圖案 這些番石榴的石榴紙都是用紅寶石箱出來的 金色、黑色加上紅色是一個非常鮮艷和月木的顏色組合 這兩款碗錶分別限量8隻 第二個要出場的是佩納海 Panerai的LuminoSealand Year of Red碗錶 Panerai在2009年開始生產生肖碗錶 第一款他們生產的生肖碗錶是牛年的碗錶 今年剛好是12年完成了一個12生肖周期 今年這個鼠年的碗錶仍然是44毫米的精鋼錶殼 那個錶殼是Hunter Case style 即是有一個蓋子,這隻碗錶限量88隻 錶蓋上黑了老鼠和葡萄子的圖案 用了一種意大利叫Sparcello的技術去雕刻 這個碗錶是搭載了貝納海自己生產的三日動力自動機心 第三個要出場的就是白鳥的LT Prino鼠年限量碗錶 大家都知道白鳥是最擅長做超薄的碗錶 這一款也不例外,選用了白鳥的超薄機心 所以它的錶殼也不能夠太大,只有38毫米 非常適合亞洲人的手腕 選擇了用18K的白金材質的錶殼 上面是雙陷了78粒的鑽石 這個錶的特色就是上面那個用俠絲法郎技術製作的錶盤 有兩隻白老鼠的圖案 這個俠絲法郎是由法郎大師Anita Boucher 粗刀的 非常之珍貴,限量是38隻 第四個要出場的品牌就是Swatch 這款錶叫Say Cheese,C竹常樂 這個碗錶的最大特色就是 錶帶上面有兩隻老鼠耳作為裝飾 錶盤上面有老鼠眼鼻和老鼠鬚 這個圖案是很有趣的 這個碗錶當然不是限量 它是搭載了一個Course的機心 定價港幣800元,非常之相宜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最後一個出場的是Tagheuer泰格豪雅 它的Octavia鼠年特別版 這個不是一個限量版,是一個特別版 它特別之處在1點鐘位置的時錶 用一個中文鼠字代替了一字 寓意老鼠十二生肖之似 而這個錶背也黑了一隻 頭戴飛行員護目鏡和手握軚盤的老鼠 旁邊也是一個中文鼠字 呼應Octavia這款碗錶 早年是為賽車運動而設計的 這個碗錶是42毫米直徑的錶殼 選用了銅的材質 銅的材質戴得久會變色 所以這款碗錶在錶主的手上 會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顏色 這個碗錶也搭載了一個 天文台認證COSC Certificate的機心 在這次8款碗錶裡面是唯一一隻 有朋友問我究竟生肖的碗錶 值不值得投資,有沒有升值的潛力 我自己覺得很多品牌都做生肖碗錶 所以如果你買一隻單一的生肖碗錶 想升值就不太容易 但如果你選擇一些比較大的牌子 和限量比較少的款式 你儲齊一套的話 那升值潛力可能就會高很多 不過如果你買一隻生肖碗錶 配合自己或者親人的生肖 其實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好了,今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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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